嗨,大家好,我是安迪 今集說,中國向中印邊境地區派出轟6K轟炸機 印度國防參謀長口出行業 最近在用航跡象量祖國大好學生的中國空軍宣傳片中 被稱為準戰略轟炸機的轟6K 以咬台灣巡航如同狂自己家遠子的比喻火紅起來 香港南華早報在16日就翻出這段片中隱藏另一個看視 中國向中印邊境地區派出轟6K轟程轟炸機 央視視頻中出現它在喜馬拉雅山區巡航的畫面 報導說雖然央視發佈這段宣傳片之中 轟6K是飛越喜馬拉雅山區的畫面只是一閃而過 但是足以證明它已經被派到中印邊境地區巡航 這個舉動是在警告印度軍方 不要在冬季嘉劇這個緊張局勢 報導引用了一名消息人士地說 轟6K通常部署在陝西 但是自從在去年 就臨時駐紮在鄰近的新疆西部的黑閘地區 這一架轟炸機是屬於西部戰區 後者是負責與印度有爭議的邊界完善的安全 這個消息人士還表示 解放軍是很容易就能將轟6K飛到中印邊境地區 因為他們在西部戰區的指揮之下 報導特別強調地說 轟6K的作戰航程是超過3500公里 除了搭載遠端長劍20巡航導彈之外 還能攜帶空地63等射程稍為近的導彈 澳門軍事觀察家黃東就說 轟6K的部署絕對是警告印度 新德里就在轟6K的作戰航程 以及長劍20的打擊範圍之內 香港軍事評論員宋忠平就表示 雖然新德里是靠近中印邊境相當近 但是中方是不會攻擊平民區 解放軍的焦點不是在印度首都 而是在邊境附近印度空軍基地 導彈發射陣地和其他軍事哨所 報導提到 印度空軍為了應對解放空軍的相關部署 已經派出米格29UPG和蘇30MKI等先進戰機 進至前線的基地 此外 遠望致富的研究員周慎明認為 央視視頻中的轟6K是沒有攜帶長劍20 遠端巡航導彈 刻意在影片上搜出轟6K配備這些強大的巡航導彈 顯示解放軍在發出謹慎的警告 希望中印邊境的局勢不要再進一步升級 我就注意到央視視頻中出現的轟6K 飛越喜馬拉雅山區的畫面的時候 在畫中圓外之音是無論是擾倒巡航 戰巡南海 或是展翅高原 勵劍大幕 除了近這幾年來任務數量越來越多 種類不斷地變化 飛行員在空中月片祖國撞美風景 無論是視頻本身或是畫外之音 只顯示轟6K曾經到過高原地區巡航 但無法直接證明這個畫面 就是中印邊境地區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緊騰一閃二個的畫面 就得出轟6K飛抵中印邊境地區的結論 就實在過於草率了 但在另一方面 近來印度還在頻繁向中國挑釁 印度國防參謀長 乃阿特就公然宣稱 中國已經成為印度的頭號安全威脅 還不斷向中印邊境調派先進裝備 包括號稱該國最先進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導彈 對於印度這種蠢蠢欲動 我就更加希望轟6K飛抵中印邊境地區的全民 是能夠讓印度有關方面清醒一下 不管是真還是假 但是中印雙方的實力相距就是這麼大 你們印度都是要克制一點好些 今集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及支持 下一集再見 跟著解散 我們